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是月月姐姐 那今天呢 是月月姐姐专门邀请了我们 娃娃来到了现场 为什么呢 看看我们娃娃现在在干什么 这是我的我的 今天呢 月月姐姐呢 又到了我们每周 都会有一次的拼插的游戏了 拼插可是月月姐姐的 软肥啊 不会再让我拼上一天了吧 所以呢 既然我们今天要拼扫车车 那月月姐姐呢就把娃娃拉上来 因为娃娃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不是啊 那是 娃娃可是修过大火车的 这次呢 月月姐姐你放心的拼吧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来找娃娃的呦 那这样说的话 月月姐姐我都放心多了 那好吧那我们快来看看 今天我们的这个火车 到底好不好听呢 那打开之后呢 这里面一共是四块纸板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样的零件 诶这个好像是发动机 看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有点难呢 娃娃你一定要帮我呦 放心 又是呢 好的 那这个呢应该是车头 这个应该是有两个轮子的车身 那月月姐姐先把它们都拿出来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登手一拼啦 其实呢月月姐姐有一种预感 我感觉这次一定会拼的特别的快 唉 因为月月姐姐也是拼过战舰的人呢 我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那么特别呢今天也有我们娃娃的加持 月月姐姐一定会非常的棒的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车底部 和一个非常重要的零件 就是我们的发动机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安它的 还把后面的部分安上 然后是我们前面 车头的部分 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层的车顶 哎那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脚给它捏一下 这样才比较好放进这个小孔里面 为了方便我们要先把前面给安上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后面 好啦 哦接下来我们要来安装我们的小车车的侧面 啊这两个大轮子的位置一看就是侧面嘛 嗯侧面 哎侧面其实把它往上面卡住就好啦 好一面的已经OK 然后来去做这一面咯 这次一定是因为有娃娃加持 月月姐姐这么棒 好啦 哎那我们现在小车车的第一层已经做好啦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 火车的上面的啦 这个应该是火车上面圆滚滚的那一部分 呃这个呢 哎是我们的火车第二层后面的 卡口的部分呢 月月姐姐发现一只大烟囱 哎就是这样我们把这些孔呢 按压一下把它压得小一点平重一点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好把它按进这里面来了 好月月姐姐的小燕囱已经做好啦 哦这一次我们的小火车要开往哪里去呢 哦哦 月月姐姐要带小小 哦不是小东东 要带小娃娃 去我们的非洲大草原 小娃好不好 我月月姐姐你拼得怎么样了 你半天都不来问我 娃娃都困了 都要睡着了 哎呀我跟你讲啊 月月姐姐呢 最近被这个手工啊 给磨练得特别厉害 你看我现在拼起来 简直都不用停的 哎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上面的部分 你看看你都快睡着了 就这么点功夫 月月姐姐我都要把 这个小火车给制作完成了 嗯 那我今天来几不是 不会白来的 你看我们的小火车做好了 可以带你出去登峰哦 嗯 好啊 还有一个这个呢 那也是我们的上面的部分 噢噢噢噢 是一个橙色的车顶 月月姐姐就忘了一步 给我们的小火车捏一捏 这样呢我们才能把它放进去 我的小火车 你要争气一点呢 不要让月姐姐卡在最后一步 要不然我都是想带你出去玩了 还是开着我的大舰艇好了 反正我已经拼成了 啊 虽然有点费劲 但还是不错的 哎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轮胎了哟 首先呢 把我们的小轮子 刚刚要放进去 嗯 然后 这边一个小轮胎 这边再一个小轮胎 小轮胎 要把小轮胎 按进去了吗 我再扭一扭 给你们牢固一点 好啦 来下一个小轮胎 你们准备好了吗 月月姐姐要把你按上去了哟 哦 小轮胎 你的口都要被堵上了 还好月月姐姐我发现得糟 千万不要碰到我的手 哦 这个小轮胎 你是怎么了呢 你的口也被堵上了 好啦 我已经拯救了你了 月月姐姐发挥神力 把你们摁在一起 哎 哎 哎 哇 月月姐姐的小火车 差一点就跑了 哎 娃娃 怎么样呢 月月姐姐是不是还是超级厉害的 我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小火车给拼好了 而且我的小火车 跑得可快可快了 哎 对了 月月姐姐想起来了 小娃娃 你那里是不是 有你自己的火车呢 哦 是的呀 我娃娃收藏的各种车 都可以带月月姐姐去干车 火车了 啊 哦 我就记得你有一公火车 那从今天起呢 月月姐姐也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火车了 它就是月月号小火车 以后 月月姐姐出远门 还可以带上小朋友们一起去玩哦 啊 好啦 那么小朋友们 想要知道月月姐姐以后还会拥有什么样的车的话呢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玩具欢乐秀 月月姐姐会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制作属于自己的小车的 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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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